面对疫情升温快筛需求大增 新竹县竹东镇公所宣布 最新消息 预计六月中旬 不分年龄将会发给每个人 共五季的快筛事迹 那因为现在这个筛季 真的是一季难求 每次在看到我们的乡亲 在这个药局都排长龙 甚至于看不到尽头 会在六月中旬 我们就可以发放到 我们乡亲的一个手上 那至于如何发放 这个可能细项 我们未来确定之后 再做一个公布 竹东镇公所将在六月零时会 提出购买快筛事件预算案 预计要采购大约50万剂 采购顺利的话 只要在今年4月30号前 涉及在竹东镇的民众 都可以来理 也希望可以借此改善 民众排队买快筛的情况